請問要怎麼讓三歲的女兒午睡 她都不午睡 然後晚餐時間就會喊想要睡覺 耍脾氣什麼的 然後什麼都不要這樣 那後來我有在粉絲團 欸不是粉絲在LINE群組上面有問到 然後有問到生活的作息 Juice的回答是說大概平常都是八點 然後就進房間八點半熄燈 大概九點九點半就睡著 然後大概早上七點左右就會自己醒來 在家的生活看聽起來很規律啊 玩玩具看會本偶爾會去公園曬曬太陽這樣 聽起來作息很規律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不睡覺或是說不午睡 這件事情的背後太複雜了 原因很不一樣 有的小孩呢 他是很沒有安全感 這個我們主要在生命絕的課程裡頭有提到 為什麼孩子的睡眠是辛苦的 很多孩子沒有辦法好好的睡覺是因為很焦慮不安 無法放下 那當然這無法放下的背後是什麼 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 即使是大人也都不一樣 有的是想太多 然後不過看起來你早上的作息 並沒有很多智力上的頭腦上面 智性上面的課程 所以倒也還好 那有的是因為擔心媽媽跑掉 或者是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看到的是剛好他有一個一歲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在猜測 是不是在睡午覺的那個過程 事實上是他不敢睡覺 然後他擔心睡 或者是說跟大人的連結 比如說我們硬要他睡 我們自己的情緒就會比較高亢 那對孩子來講他就會感受到 我就一定要睡 然後就是大人好像很想要我睡 所以呢他就是我如果睡著的話 大人就不知道會去哪裡 可能他會去掃地或是幹嘛 就離開我的身邊 所以他在他就堅持不睡覺 好讓自己可以醒著的 然後爸爸媽媽媽媽就會在我的身邊 的這種感覺 我感覺到的孩子的聽起來 那個狀況是什麼 其實一打二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且又有一個一歲的小寶寶 然後這一歲小寶寶 又不像零歲的時候 一直在睡覺 他開始會爬會走 會弄姐姐挖人家鼻孔啊 會弄人家眼睛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窗簾拉起來 然後你可以用你自己比較舒服的方法 唱歌啊摸一摸啊 然後允許自己也可以跟孩子們一起睡覺 那個家室沒有做 短短的時間沒有關係 那個兩天沒有拖地 也不會髒到哪裡去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用你自己放下焦慮的那個狀態來看的話 會不會也能夠幫助孩子 也可以放下焦慮 好好的進入睡眠 那其實還蠻鼓勵你來參加生命決 我們在這個的部分 其實有講蠻多的處理的方法 譬如說很多的作業部分 我們可以跟孩子這麼聊 或者是甚至跟他一起呼吸等等等等 我們都可以幫助孩子好好的進入夢想 好啦 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好好的睡覺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孩子 好 拜拜 好 有 有 沒有 чере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